肉桂不仅是能加在咖啡、甜点中 同时也是中医领域中常见的中药材 不过肉桂常被民众当作降血糖的食材 是否真的有所依据 中华民国众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秘书长陈伯渊表示 肉桂在中医被视作温慎的药材 时常感冒、长久抵抗力不好 就会透过肉桂进行肾气调理、增强抵抗力 但肉桂是否能够降血糖 得先经过诊断 陈伯渊说 中风也有分出血性、血栓性 糖尿病也有分很多型 控制血糖也有分增加胰岛素分泌 或让减少生糖素的方法 适不适合用肉桂要先经过医师诊断 否则小心补错方向 营养师王小婷则说 肉桂当中确实有帮助延缓血糖上升的成分 但现代人多用在含糖甜品或是高糖类食品中 即使添加肉桂调味 一样会导致血糖飙升 并没有办法达到功效 食药署提醒 肉桂无法替代任何血糖药物 糖尿病患者应该医病情与医师、营养师配合 选择适当的健康饮食 遵照医嘱按时服药 以维持身体健康 人间福报综合报导